路生聊心事 现在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我是张婉如 在今天礼拜一路生聊心事的单元呢 我们请到的同学是目前人正在台湾世新大学交流的学生啊 叫吴孟琪 孟琪呢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要跟大家来聊 很重要的新闻时事的话题 要谈到地震 的确在台湾我们可以说是地震蛮频繁的 经常都会听到这个中央气象局有一些最新的地震的状况 但是在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有地震呢 孟琪她的所在地对地震的感受又是如何 我们今天要先请我们的一日主持人跟大家问声好了 孟琪你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孟琪 好孟琪你来自哪里呢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我来自浙江的杭州啊 然后是一个没有什么地震的地方 所以今天想来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地震的话题 听起来是个好地方没有什么地震天灾 那这样子来到台湾 台湾可以算是一个这个地层不是很稳固的一个地方啊 你自己也感受过地震吧 对在20号的时候有发生过一天发生过四次的地震 所以说那一天其实还是蛮恐慌的 就上个月的时间 4月20号的时候 这个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当时我正好一天都有课 所以说 在教室里面 没有第一次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是在去上学的路上 在公车上 所以就没有感觉到地震 第二次好像是在晚上嘛 然后我是已经躺在床上了 因为第一次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其实还是蛮觉得有点可惜的 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地震 所以觉得 还蛮好奇是怎样的感觉 然后 第二次又发生地震了 然后我当然在床上嘛 就会感觉到 床真的摇得很厉害 而且旁边的水杯的水也晃得很厉害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担心 说地震其实真的还蛮可怕 是 那你旁边有没有朋友或室友呢 他们遇到地震是什么样的反应啊 我觉得特别可爱的是 当时发生地震 我是因为还蛮好奇 然后我就马上拿起那个手机 去拍那个水杯的晃动 摇晃的状况 对晃动的程度 然后但是我的同学 就马上就全部都跑到楼下 室外赶快逃 然后我就很淡定 是 原来我们经常在网路上看到的一些影片啊 就是有淡定的人在那边拍摄记录着 因为要是宛如的话呢 我应该就是 才不管什么拍摄了 直接往外跑了 赶快跑 或者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啊 好 孟琪 其实来台湾读书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啊 聊聊吧 你来自于浙江杭州 为什么会选择来台湾 做一个短期交换审呢 我觉得台湾 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地方 首先是因为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 没有语言的障碍嘛 因为都说国语 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的去 在这一方面克服一些困难 然后第二方面是 其实文化是有相似和相议的地方 其实我还蛮想了解 说在台湾和大陆的一些差异 或者说台湾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然后因为我学的是传媒类 所以我也想知道 在台湾到底传媒的发展是怎样的 对 所以到目前五月了 你是这学期来了 也有三个月的时间咯 对 今天一看还有五十天我就要回去 所以感觉特别的短暂耶 这样子的交流 好 今天的孟琪呢 先跟我们简单开个场 因为等一下他会访问两位同学 一个是台湾学生 一个是大陆来自四川的同学 他们对地震又有一些很深刻的感受 我们等一下再请孟琪当主持人 好 那我们到晚见 各位早安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陆的交换学生 我叫吴孟琪 非常有幸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作为其一嘉宾主持人 来和大家聊一聊 我在台湾感受到的新鲜上 尼泊尔在4月25号下午的2点11分发生瑞士规模7.8的强震 据尼泊尔警方5月3号发布的消息称 尼泊尔4月25号发生的强烈地震 至今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056人 近14000人受伤 那原本以为这一次地震已经平息了 但是没有想到在5月12号的中午12点50分 尼泊尔再次发生了地震 首都加德满都震感非常强烈 尼泊尔市民说地面颤动达到了数十秒 那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测定 此次地震震级是7.1级 震源深度是2000米 在下午15时的5分又发生了一次7.5级的地震 震源深度达到了10公里 那前段时间最近也是经常发生地震 台湾也是连续的发生地震 相信身边的很多大陆学生也都非常的惊慌 像我孟琪在WeChat的朋友圈里面 也都是关于地震的消息 很多人都发布了一些关于地震的感受 那我今天也邀请来了世新大学的台生孙靖轩 和世新的交换学生孙嘉义同学 自为今天的嘉宾来和大家聊一聊 两岸同学对地震的不同感受和反应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阵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世新新闻大寺的孙靖轩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世新大学的大陆交换生孙嘉义 靖轩那20号的时候是一天发生了四次的地震 当时你有感觉到吗 当时第一次的时候是来得特别强 然后第一次我刚好刚起床 然后那时候正准备要去刷牙洗脸的时候 我爸躺在沙发上睡个回笼觉 然后他突然就说地震 因为我们家有很多风铃开始很不自然的晃动 所以我当时刚开始觉得发现的时候 真的蛮强 而且那一次第一次是大概有维持的蛮很久 就大概好几秒的时间 所以有还蛮感受到的 对 那你家人的反应和你一样吗 应该说我第一反应觉得地震了 而且刚睡醒可能还睡眼惺忪的没什么感觉 可是他大概晃到三秒五秒的时候 我爸虽然他躺在床上面要逃跑意思 但是他就说很大哦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怕怕的 然后我就走去把门打开来 想说要逃跑的时候 所以你的第一反应是要逃跑要开门 对 因为他晃得蛮久的 就刚如果只晃一下 我就觉得应该没事 但是那一次还蛮强的 所以就想说开一下门好了 对 那可是我第二天啊 我到班上和班级的台生讨论 他们就告诉我说 哎 根本不用担心啊 他们说小镇不用跑 大镇你跑不掉 所以你身边也有这样的 关于地震发生的时候 也很淡定的同学吗 应该说因为台湾还蛮常发生地震 所以大部分的我身边的同学朋友 或家人其实就像我爸一样 可能会说感觉到地震 但是他还是躺在沙发上 也没有打算要跑的意思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现在台湾因为太习惯地震 所以年轻人其实会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觉得大家在地震来的时候 去FB Polen的速度 比他们逃命的速度 效率高上很多 对 像我啊 就是那天地震 第二次地震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地震 我是在路上 所以没有感觉到 当时还觉得有点可惜啊 因为对我来说 其实有点新鲜感 我是浙江人嘛 所以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地震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哦 我错过了 没有感觉到 第二次的时候 在床上我就觉得 哇 我的床震动得 非常的强烈 然后我床边有一个水杯 水杯里的水的 那个晃动幅度 非常的大 但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的第一反应是 啊 赶快拿出手机 就去朋友圈 发一段小视频 这样告诉大家 啊 台湾地震了 然后 但是也有同学啊 就是马上跑到外面 这样子 那嘉宜 因为我知道你是四川人嘛 是的 四川在08年的时候 有发生512大地震 当时你在四川吗 当时是在的 虽然我在的那个地 我的家乡离汶川 有几百公里 但实际上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震感还是非常的强烈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 在那个学校的操场上 然后突然就感觉 我整个人跟着那个地在摇动 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以为是我个人的身体原因 所以你们也没有感觉 也没有经历过地震 就也都第一次 对 那是第一次 然后我是听到整栋教学楼 都是有同学在尖叫 还是感觉挺恐怖的 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有人尖叫了一声 说是地震了 那个时候大家才有所醒悟 那这一次在台湾 你又遇到了地震 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要逃吗 第一反应是 我是四川人经历过的 然后说先是摇摇看吧 如果摇了有点久的话 然后再考虑跑不跑 结果呢 结果是跑了一次 但是下去之后 发现是根本就没有人跑出来 可能大家也之前也有听说过 台湾经常发生地震 所以说并没有非常的担心 就前段时间也是汶川地震 512地震的七周年 当时汶川的8.0级的地震 其实是造成了15645人遇难 1023人失踪 地震真的是夺取了很多人生活的家园 也夺取了很多宝贵的生命 但是其实地震造成的危害 远远不止在这一些 它其实对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你们有去过尼泊尔吗 还没有 我个人是不是还没去过 就尼泊尔前段时间发生地震 然后在这两天又发生了地震 对 当时我有去过尼泊尔 然后对我来说尼泊尔是一个物质文化和历史信仰非常浓厚的国家 但这一次地震的时候它很多的物质文化遗产都被损坏了 比如说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地方是 加德满都老城杜巴广场的马珠神庙群 那个地方是在179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但在这一次地震的时候它的主体就完全坍塌 就不太可能再复原到原来的样子 那杜巴广场其实是尼泊尔的皇宫广场 也就相当于是尼泊尔的故宫 所以说地震其实是真的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物质 包括人文的损坏也很强大 继续回到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 我是真宛如 现在您所听到的是早安台湾在每个礼拜一所推出的单元 叫做陆生聊心事 不管您是在台湾做交流的学生 还是拿学位的同学 我们都非常欢迎您来聊经文时事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一日主持人 就是来自于浙江传媒学院的吴孟琪 孟琪目前正在台湾世新大学做交流 那孟琪在台湾这段期间感受到我们 以前阵子非常强烈的地震 那也看到了尼泊尔那边的灾情 所以来自于一个没有感受过地震的浙江 孟琪她对于地震其实有蛮多自己的一些感触跟想法的 遇到地震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 继续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孟琪了 因为我是浙江人 所以我并没有很多的关于地震的知识普及 所以我也没有遇到过地震 也没有老师跟我说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嘉义何静宣能不能跟我们说 因为最近尼泊尔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 然后新闻啊网路啊都有很多灾情的照片传出来 然后我这边提一下 因为台湾很常发生地震 而台湾最具代表应该就是921的强震 然后当时我还小是国小的时候吧 然后因为是凌晨发生了 其实我当下没有醒来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隔天早上起来 大概不只隔天早上起来 是连续好一两周以上都每天都是有灾情啊 然后救灾的进度啊什么的一些照片啊 还有一些画面传出 所以这次其实看到尼泊尔的时候会回想到 921那时候给我自己的震态 你自己的经历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921或是地震这些东西 对台湾人来说很平常 但是大的时候还真的是影响蛮大的 很怕 应该说是我同辈的人吧 大家可能在经历上应该会想起一张很惊人的照片 就是921之后的一些震灾照片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后来国中高中的历史课本 或者是地理课本上面就会有一张是积极还是南投那边的某一个国小的操场 整个隆起到快要甚至快要两三米高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课本上也会有关于这样的地震的一些历史的记载 对对对对像是还有自然课或是物理课上也会提及蛮多地震的概念 因为毕竟台湾在板块角接触上每年地震真的是很频繁 所以其实你们从小到大接受到的这一方面的教育和地震发生的时候到底怎么办 这样的我们的可以说是演习啊这样都很多是吗 对因为很多的地震所以我们国小国中吧 高中可能因为升学比较没有 而国小国中可能一学期就会有一次的地震演习 不过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说因为地震你实在很难去预测啊 或者是观察所以我像我国小的时候那时候倡导的是说要躲在课桌底下 可是后来到高中了好像有国中吧 很像有人提出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躲在桌子跟桌子中间 这样你比较不会被凉住啊其他东西压到这样子 可是我也有听说我在课本上看到的就是听台湾学生跟我说是 要躲在三角形的那个区域内 比如说我们的房间的三角墙角这样的话倒塌下来就可能不会压到你 你嘉义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我觉得这种关于自然灾害确实是像静萱刚才说的无法预测 但是我觉得学校应该或者什么单位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演习 确实非常的重要 像上一次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学校就是因为校长经常加强这方面的时候 所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全部撤离 然后人员都是非常安全所以是非常必要的 对所以说我们平时的一点一滴的训练呢演习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包括我们的家长我们学校其实都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 其实很多人在地震的时候还是会选择先跑啊 就像刚才静萱说的那天地震第一次发生就马上哎呀 第一反应就是赶快跑这样子 说到跑啊我就想起前段时间前两天就我们的寝室就发生了这样一次火灾警报 其实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新鲜的体验和经历 应该说是人生中第一次听见这样也没见过这样的事 那一天就是发生火灾警报 可是对台湾人来说像我自己啊其实从小到大听了蛮多警报的 可能有时候会是误触 可是你们那一天的情况是 不是我们是那一天后来才知道是三楼的一个台灯烧了 但是它没有发生火灾它只冒出了烟 可能是因为有那个把浓烟感应器就是台湾家里或是学校啊或是医院都会有装 像我自己家里有 因为我有一次经验是我爸他煮东西然后烧焦了 但是他忘记他在煮东西 然后也是触动了警令 然后连消防队员都消防车啊什么都赶来我们家的巷子 所以你们也有这样的体验和经历是吗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有遇到过了 不管是真正发生火灾或者是烧坏东西啊 又或者是有人偷抽烟都有可能 不过有时候学校像是学校比较常遇到就是警报系统坏掉 无处的 所以你们就算家庭住宅也是会装这样的火灾警报吗 就是消防设备这些东西没装应该违建吧 就还蛮严格的 但在大陆这一方面真的是没有做得非常的到位 我们还没有普及到说每一个家庭都会装这样的火灾警报 像那天晚上发生的时候是凌晨的三点钟左右 然后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已经睡得很香 那时候突然火灾警报就那个灵就拉起来 然后说现在已经发生火灾请各位赶快撤离到安全门 那时候就真的所有人都惊起来 就感觉看到了大家都比平时比赛一百米还要拼的时候 那种速度都感觉到 就是往下冲 对 所以说其实火灾警报真的其实还是蛮重要 还是要在这提醒包括我们大陆的家长啊 就从我们自己自身做起就下一次在装修房子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在家里安装上这样的一个警报器 防患于未然 对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预料到这些小的灾难 比如说前段时间花莲的海浪就卷走了一些大陆的学生 就是我们真的出去旅游啊 包括平时在家也会有一些我们无法预料到的 好那孟琪最后还在这要提醒大家 在台湾好好享受美景的同时啊 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陆生嘉义和靖萱 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一起做一个聊天这样子 感谢大家的收听早安台湾 我们下次再见 继续回到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我是张婉如 在今天的陆生聊心事的这个单元呢 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在台湾啊 世新大学交流的学生吴孟琪 孟琪现在是在大陆的浙江传媒学院读书 其实她有非常多自己主持节目的经验 所以孟琪现在我们回到这个节目里头了 我们再请教你 你今天来担任我们一日主持人自己的 这大感受是什么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因为经常会在电视台录节目 然后广播这一块 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可能我回去以后 这会是我非常宝贵的经历吧 对 所以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你在面对麦克风的时候 其实你并不是那么的害怕或者紧张的 对因为我学的就这个专业嘛 好那刚刚也聊到了很多两岸之间的同学们 对地震的一些想法 像你自己经历了在大陆的市汶川地震 那时候只有初中哦 虽然地震不是正在浙江 可是源在浙江的时候 你在念初中的你也关注到的这件事情 对非常的关注 那个时候真的 我记得我们的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就是连续了两三天 都没有播任何的娱乐节目 每天都在循环播放 问川现在的实时的及时情况 然后伤亡人数啊 或者说一些发回现场报道 然后那个时候每天只要打开电视 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老师真的就停课 我们在教室里老师就跟我们说 到底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告诉我们地震发生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然后也会发动一些捐款募捐 像捐衣捐物包括捐款这样 就真的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后能够帮助到灾区的人们这样 是我记得汶川地震的时候 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像是搜救队伍啊 或者是红石自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 把你刚刚所说的一些资金 或者是物资投注到灾区去 虽然我们是隔了一条海峡 可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说 就算是远在四川发生这样的强症 可是我们在台湾也可以感受得到 牵动人心 没错 如果在这一次赞任我们的一日节目主持人 之后呢 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其他 也想要来参与主持人的这些同学们说呢 我想说其实这是一次 在台湾非常宝贵的经历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法 也可以来到早安台湾 然后当一日节目主持人 对于梦琪来说是在台湾 交流这短短几个月当中 一个很难得的一项回忆之一 我们真的很希望在台湾的这些大陆同学 有机会都可以来报名这样的活动 只要你的主题有新意 或者是跟新闻有关的话 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尝试 来信可以寄到 也非常谢谢今天的一日主持人 梦琪来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你 谢谢娃如姐